北市府今年4月私下調查議員們對大巨蛋的意見 沒有想到內部人員竟把結果泄露給媒體知道 議員炮轟並要求徹查 不過柯文哲為了抓內鬼 卻對市府幕僚進行策謊 引發外界批評是白色恐怖 也讓市府內任性惶恐 柯市府竟然對自己的幕僚測謊 到底為哪裝 今年4月市政府私下調查議員們 對大巨蛋的處理意見 但有人將結果泄露給媒體惹惱議會 要求徹查洩密者 北市政風處鎖定18人 不僅調閱通聯紀錄 還動用到測謊機 所以接下來能夠繼續用測謊的方式 不會 這個絕對不會說 直接都全部過來測謊 所以是有一定的程序 用測謊抓泄密內鬼 副市長林清榮的辦公室 黃信機要因為拒絕受測 最後被要求月底打包走人 我們也沒有恐怖的力量 你沒有恐怖的力量 只有白色的力量嗎 我們只有愛打的力量 測謊大動作 以及讓市府內人心惶惶 政風處處長劉明武也解釋說 測謊可以給同仁自清機會 過程合法 調查報告也送到異種事 但調查手法用到測謊 未免太過爭議 現在的柯文哲 面對外界質疑 只有挨打的份 游電TV區為蕭炳儀台北報導